主播说联播,今天我来说 今天国家安全部公布了美国间谍梁承运落网的大量细节 为了培养梁承运,美国间谍情报机关真是处心积虑,下了血本 从编造虚假经历,到华丽包装,打造人设 再到炮制高大上身份,称得上煞费苦心 梁承运被收买后,卖力效劳,卖身求荣 这只老狐狸被美方授予功勋奖牌,也反证了他干的坏事可不少 梁承运因触犯间谍罪,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等待他的是把牢底坐穿 这也给相关人员敲响警钟,潜藏再深也难逃罚网 近年以来,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了多起间谍案件,都与美国中情局有关 比如,我某军工集团工作人员曾某某被美国中情局人员拉拢 向其提供大量核心情报 这说明,叠影重重,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 也说明美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间谍惯犯,可谓名副其实 那就在今天,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启 主题是,网络安全为人民,网络安全靠人民 维护国家安全,也靠人民,人人有责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,已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 发现间谍行为,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换句话说,一旦发现行走的50万 就要当机立断,毫不犹豫举报 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的电话是12339 如果您现在 Vicini就找到应当机关举报 请不吝点赞 了